有的位置在哪裡 那現有的位置 其實特別注意 我在這個地方A有沒有 我把它宣告在 最上面 為什麼 這邊有一個觀念就是 區域的變數跟 痊癒的變數 如果你今天把A 或者不宣告的話 他會是 在這個區域裡面可以用 可是如果超過這個區域的話 你就沒辦法存取 或者是不存在 那如果說我底下也要存取 A這個變數的話 請你記得 把A寫在哪裡 痊癒的位置 那痊癒的位置在哪裡呢 就是 所有的副程式的最上面 宣告個A 他就可以抓到 這個 這個裡面的值 就等同這裡面的值 OK 大概說明一下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分別把 現在裡面的值 通通丟 總共會有 12 第1欄 第2欄 一直到第6欄 丟過來之後的話會有6個參數 所以在 模組裡面呢 就在這邊有沒有 上面增加本來到E對不對 現在到F 因為有6欄 丟進來之後的話 其他都一樣 會有不一樣的 主要應該在這裡 這個地方有沒有看到 單引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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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就是 A跟 B 因為他是文字 所以需要多什麼 需要 單引號 單引號 但是特別注意 位置很重要 而且這個 最容易出錯 光這個地方 很多人 這個時候頭就想要爆炸 這什麼 看 起來怎麼 這麼的 呃 其實實際上就是 夾在中間 那這個地方需要一點時間 去體會 因為說真的 SECLE最容易出錯 就在這裡 OK 那這等一下我把畫面呢 再拍照 提供給各位 試試看 因為時間關係 那這部分的話呢 我想 各位盡量在找範例 來練習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